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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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事情 我们在跟人一起冲突的时候 可能常常是言语方面的冲突 我们在用言语争吵的时候 难道我们争论的真的是谁对谁错吗 其实不然 在我高一那年暑假的时候 我和我爸爸起了一场非常简短 但是对我影响 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影响非常重大的一次冲突 我去我奶奶家找她 跟她要我下个学期的学费 我们两个说了几句话 然后我跟她说 你整天都不回家 这里住两天 那里住两天 你看你就像一条流浪狗 我爸爸指着大门 跟我说 滚出去 回到家以后 我非常的伤心 也非常的害怕 我哭了好几个小时 伤心 伤心是因为 我爸爸这样对待我 这样说我 害怕是因为 害怕是因为 我不知道我 下个学期的学费 还有没有着落 还好 她给了我学费 我可以继续上学 我可以继续上学 之后有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我几乎都没有跟我爸爸有任何的沟通 我们两个人说话不超过二十句 见面不超过一个巴掌 在2014年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场非暴力沟通的工作坊 当时有一个环节是 我和一位助教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他来听我讲述 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件事情 我对某个人的评判 因为我对我爸爸的评判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我就谈起了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我跟他发生了冲突 我在讲述的过程中 真的是声泪俱下 我以为我所有的不幸 我的孤单 都是我爸爸造成的 都是因为他这样对待我 所以我的生活才如此的糟糕 我心里才感到如此的孤单 我大概讲了有二十多分钟 突然我发现我跟我自己说了一句话 我说 我做一个小女孩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 我在跟自己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发现我好像全身通了电一样 在那一刻我对自己有了真正的理解 我才知道我那么说我的爸爸 我跟他之间起的冲突 是因为我希望有安全感 因为我希望得到他的关爱 我希望无论是我跟别人起了冲突 我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 我希望他能够关心我 希望我能跟他讲一讲 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个觉醒 我的生活 开始变得不同 好像我的生活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在那之前的生活 全部都是 谁对 谁错 我在努力地在争论中 去说服对方要听我的 我是对的 但是在那之后呢 我的生活 开始向我敞开了一扇更大的大门 而在那个世界里边呢 我看到的是 我和别人 都是有着感受 有着需要的人 无论我们在说什么 做什么 我们都是想告诉对方 此刻我有什么感受 我的需要是什么 此刻 我希望你做一些什么事情 来满足我的需要 我发现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所用的语言 都是在说 请 或者 谢谢 有了这个洞察之后呢 我就开始问自己 那我怎么可以 经常能来到这个新的世界里边呢 经常和别人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边去玩耍 去互相了解呢 我发现有一个小秘密 那这个小秘密呢 就是 它也是一把魔法钥匙 那这个小秘密呢 就是我来问自己 我为什么说话 我为什么说话 如果用英文来讲呢 就是 Why am I talking 首字母缩写 W-A-I-T wait 每次我想要去指责 批评争论的时候呢 我会问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说话 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在此刻说这些话 然后 我就会发现 我的注意力回到了自己身上 我会去看此时此刻 我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告诉对方 我有什么需要 我想告诉对方 我想请他做一件什么事情 来满足我的需要 当我发现这一点之后 再回想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冲突 我就在想 如果在当时 我不是那么说他 而是告诉他说 爸爸 你不参与我的生活 我感到非常的孤单 我希望你能够多陪陪我 我希望 我能经常跟你说说话 如果我这样告诉他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会怎么样呢 那如果在那个时候 我爸爸能像那位助教一样 静静地坐在我面前 去听我 把我的所有的烦恼 我的心情 我对他的评判 都说出去 听到我说那句 我想做一个小女孩的愿望 从来都没有实现 那我们的关系 又会怎么样呢 在我找到这把魔法钥匙之后呢 我就开始用它 去打开一扇又一扇 跟别人相处过程中 能够通往的那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而且我发现呢 这样的做法 跟别人用的长了之后呢 别人也会受到传染 他也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互动 我记得我女儿三岁的时候 有一次她们在家里 把家里弄得有点乱糟糟的 我生气了 我当时那个气啊 真的就是直冲云霄啊 整个就是脑袋上冒白烟了 然后我就冲她们喊 我女儿就抬着头看着我 真诚地问了我一句 妈妈 你现在很生气吗 我看着她那个真诚的眼睛 看着她那可爱的脸蛋 我没有办法再把她当成一个淘气包 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我看到的是一个这么可爱的 她也有感受有需要的一个人 我在那一刻被理解了 那我们两个人的互动就不一样了 这样的做法呢 适合所有的关系 不只是我们在家里和家人的关系 包括我们在学校跟其他人的关系 跟同事的关系 师生之间 甚至于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人 人都有感受 有需要 我们又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请别人来做一些事情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另外呢 我发现 当我有需要之后呢 我会来承担满足自己需要的那个责任 而不是去指责别人 你这样做不好 你这样做不对 我为自己的需要承担起责任来之后 我就会问我自己那个魔法问题 Wait 我为什么要说话 我是想要指责他 伤害他 让他感觉不好 我还是想要去满足我自己的需要 请他做一些事情来满足我的需要 我发现答案往往是后者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会改变我们的语言模式 他也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 也会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幸福 希望我们在死亡来临之前 让别人想起我们来的时候 觉得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 我们能带给别人温暖 让别人感到非常 非常跟我们在一起相处 非常舒服的一个人 幸福是我们能够去制造快乐 减少痛苦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使用这个问题去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的语言模式 思维模式 去改变我们跟别人互动时候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的幸福感就会增强 当我找到这个魔法之后 我就发现我更加享受冲突了 因为每一次冲突来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哇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 让对方了解我的需要 让我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 让我们双方知道 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为你的幸福做出贡献 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为我的幸福做出贡献 这是我想生活的世界 今天我把这个小魔法 分享给大家 希望我们能一起进入到那个更加美好 和幸福的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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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